走了 你就不回頭喔 來了 咱就不回去喔 走啊走 走到了大路口 不憂慮不可調查 一直破一碎的汗 哭著笑 笑著哭 大大鬧鬧高高興興 過一生 過一生 哭著笑 笑著哭 大大鬧鬧高高興興 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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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你就不回頭喔 來了 咱就不回去喔 你真的讓我太失望了 民工公寓是政府的溫暖工程 我聽說有很多民工兄弟們 知道可以給自己蓋樓了 心裡都特別的高興 他們加班不要錢 老黑一堵牆累了三遍 不滿意推倒重來 就連金龍魚這樣愛占小便宜的人 都時時刻刻地記著工程治療 但是你呢 為了錢你就可以媚著良心 就可以瞞天過海嗎 你知道你欺騙的是誰嗎 是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你自己的父老鄉親 你怎麼可以拿他們的生命財產 當兒戲呢 你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 我有我的難處 你別強姿奪力 有難處你可以不接 既然接了 是刀山你也得上 是火喊你也得往下跳 哪怕是賠錢呢 也得讓人家說 楊樹林是一個堂堂正正的 明是理的男人 你說得都對沒錯 知道嗎 既然今天把話說了才對 我跟你實話實說了 隨得那筆狂我帶到了 我把他投到打遊警了 你瘋了嗎 那是賭徒才幹的事啊 只有要十天 只需要十天時間 遊警能不能出遊就見分校 那要是不是出不了呢 出不了我就認栽了 你放心我絕對不會聯絡 你我自己到檢察機關自首 我說我詐騙你 詐騙你們家政公司 楊樹林 你知道你現在在幹什麼嗎 你今天的這一切都是你的自私 跟你不斷膨脹的野心造成的 你知道嗎 秋葉這是個機會 這是一個能讓我翻身的機會 翻身腳不擇手段嗎 我看你雲快成了林東方第二 你別拿他跟我比 他就是一團狗屎 你以為你不是嗎 唐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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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航剛約來電話了 是通知我們關門嗎 林航說 周千怡給他們打去一百萬 現在他們撤訴了 一百萬 周千怡才會有那麼多錢呢 你為什麼到邱燕那兒都交我了 对不起杨总 对不起有个屁用的 你看啊 我是个混蛋 我不想让杨总啊 也变成混蛋 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 谁伤天害理了 方警官来了 你好 你好 你来是不是树林找亲妈的事就着落了 滚蛋啊 滚蛋 那我先走了 嗯 反病这儿 怎么了 周天一把他父母给他买的房子 还有他现在开的车全卖了 卖房子卖车 连同他的所有存款 一起给球员还了贷款 你是怎么知道的 周天一让我帮他 我没有答应 他就说要这么做 他连我手上新房钥匙都要走了 给球员还了贷款 周天一能这么做 看来 已经对球员是死心塌地了 好 树林 邱燕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 现在有人要抢走你的最爱 难道你就无动于冲吗 是我给周天一的这个机会 什么意思 你再说一遍 好 好 我现在马上去陕北给你们庆功 你怎么了 天无绝人之路啊 我的游景出游了 你看一干什么呢 赶快把眼泪擦 你看那个 你看你 我早跟你说过嘛 我这个人啊 就这脾气 对了上演的哥们 要邪落得不去 对不上演的 甭抢走 让我这儿拿走一针一线 这次 真的太谢谢你了 别说啊 先在这儿来点音乐 那就完美了 这 英雄救美 天一 天一 嗯 我想 我想 想 想什么呀 我想做你的红颜知己 我以为是老婆和情人级别的 认了 红颜知己也不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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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 那你自己能投资的邮警 全部收回 统一管理呢 真的 这 你不是县上有同学吗 赶紧去问问呗 哎呀 如果这个事要真像你说的 那还真得慎重 这样 我到县上打听打听 哎 你帮我联系一个买主 听工程师说 你这口邮警 打在龙脉上 可是口优质好警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没问题 你帮我借收成了 我给你借收费 这个不急 你还是赶紧 把政策弄清楚再说吧 哎 这个就是咱们老家族域里新开的 项目预料啊 哎 不错不错 很舒服 怎么样 你们东海没有这个吧 老同学 什么时候你去东海啊 我带你到泰国人开的喜遇 好好享受享受 好啊 有机会我一定去开开养婚 哎 那个打油酒那事 我说你小子呀可真有福 只打了一口井呀 就出油了 我头里两百万哪 那要是打不出油来 我只能跳楼了 你刚问控制打警 和受警统计管理的事 好 线上呢 确实有这个意思 但是啊 却受到打警人的强烈抵制 不过呀 我估计政府出面管理这个打警的事情 很快就会实施 那咱这油警打还是不打呀 如果你现在有千万以上 输得起你就赌 万一出了问题 就当第一口井呢 没打 如果你是借的钱 或是挪用的钱 我奉献你 还是保守一点好 我这钱就是借的 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工程款 那我奉献你 还是见好就收 就算你对打警有信心 也要等政策啊 凝朗以后再说 好 你说得对 大强 有两个广东人想要那口井 好 你给我约他们 你说 民工公寓是什么工程 政府的温暖工程 政府的温暖工程 这么重要的工程 你们都敢在里面做假 用低标号的水泥 代替高标号的水泥 是这样的 匿名信上的举报呢 我还没有核实 我回去调查一下 如果情况属实 我一定严惩不怠 行 先等这些 浮调墙有吗 有五百八十八元一位 来 两位 好的 请问您还需要其他的吗 不需要 好的 您稍等 你好 方言 来了 来 坐 你迟到了啊 这么高档的地方 我还是头一次进来 你要是喜欢啊 以后我可以经常带你到这儿吃饭 看你容光焕发的样子 遇到什么喜事了吧 赚钱了 不就是游景出游了吗 不光是游景出游了 我把游景给卖了 卖了 你知道我这回赚多少 这我哪能知道 四万 加个零 再加个零 你不会说是四百万吧 就是四百万 我的天哪 东海又多了个财主 现在我看东海的天也难了 是地也宽了 我也开始受人尊敬了 那你接着请我 是让我跟你一起分享 争钱的喜悦了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两座家属楼的工程 正在做招标方案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有啊 你帮我联系 联系成了我给你回购 那我可不敢拿 找个事 搬水泥的工程怎么还没来呢 我在这儿等着 他们马上就来了 金龙鱼 快点快点快点 这么长时间呢 赶紧搬水泥上车 找着你们的鱼子 慢点慢点 来来来大半 我想问一下 什么意思啊 这转移阵地 什么转移阵地 低标号的全退了 换高标号水泥 他俩从西边出来 感谢归正 你哪那么多废话 赶紧盯着他们 把水泥装车 一会儿薪水泥到了 没地儿放啊 是不是林东方把钱给你了 林东方那老东西 有那么好心呢 我说你在骂我 我跟你说啊 不要以为现在有了整治脱钱工钱的办公室 你就给我来横他 我还是那句老话 要钱没有 你还得再说 什么玩意儿 进 林老板找我啊 行啊 哪儿混了一只假名牌啊 偷的 偷的 看来你今天气色不错啊 俗话说得好啊 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看你今天是挺爽的 知道不知道你给我捅了大喽子 捅什么大喽子了 至于吗 有人给建委举报 说你在工地里的水泥上偷梁换柱 没这事啊 你去仓库看看 我所有的水泥都是国油四百号水泥 是啊 外包装上都是四百号的 可是里面装的东西 连二百号的质量还不弱 这个我玩过 林老板呢 林老板呢 我明白 你就是不想给我垫付的材料款 所以故意栽赃我 你今天底气很足啊 谁给你撑的药 钱呢 你少给我嘴硬 咱们现在马上去工地 如果我发现水泥的质量有问题 你马上给我滚蛋 而且你所有的电款 全部作为罚款 没问题啊 但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所有的垫付的材料钱 你一次性给我 别给我嘴硬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走 走 怎么着林老板 开始吧 慢着 走 好了 马上送到这间站 把手机都不签了 别接 来 我说两句啊 我宣布啊 从今天开始 凡是用不合格材料的地方 全部重新推倒重做 不要 不要 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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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的呢 我先找树莲 静一下 静一下 打给我们盖会了 一会儿开会的 这个民工公寓啊 是咱们民工给自己盖的家 咱们一点都不能马虎 这件事呢 我确实是有责任 我难逃干系 可话要说回来 就是用不合格材料的地方 这房子能不能住啊 我觉得十年八年 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前两天有人教育我 他跟我说你知道 大家给自己盖楼 多高兴了 你知道有很多人 加班不要钱吗 比方说老黑 老黑一堵墙 这房子弄了三遍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是他给自己盖的 他自己的家 金龙瑜 那么抠门的一个人 处处惦记工程质量 这个人也批评了我 他说我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公司的利益 我企图瞒天过海 昧着良心做一些事 他说得对 我确实有过这种想法 他在给我敲锦头 而且他还问我 他说你知道你欺骗的是谁吗 你欺骗的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是自己的父老乡亲 你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当儿戏 今天我也把这句话送给在座的每一位 我再次宣布 凡是用不合格材料的地方 从今天开始 就是重新推导重做 金龙瑜 重做 大家听我说 我表态 我觉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个推导重做工钱我不要 我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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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天跟我谈完话以后 对我出动特大 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你说我也是农民出身啊 有几个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这样确实是不好 秋阳 以后你给我小警钟唱名着啊 省着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你能把好的水泥换回来 而且把不合格的工程堆倒重来 这就好啊 我前两天啊 把自己从头到脚地好好反省了一下 我觉得在咱们俩的问题上 我做得真的不对 我只有索取 没有付出 你看啊 咱们刚到东海的时候 好 我犯猪蹄 你借我钱 我搞装修你又借我钱 以至于后来你把自己的公司都抵押了 给我代管 我做什么呢 我只关心了自己 我真的是太自私了 行了 你就别自责了 你能知道自己错了 我已经挺高兴的 你知道吗 前两天 我都觉得我突然的天黑了 但是现在 它又亮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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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林把钱都给你还了 还了 而且还认到自己错误了 怎么了 我看树林这儿 又是在花言巧语的蒙骗你 真的不是 你看换水泥反共还还钱 都是我实实在在看到的 天忆 这次真的特别谢谢 你在我最关键的时候帮了我 可能我的亲人都很难这么做 明天你到公司 我把钱给你还上 那另外我把利息也付给你 付利息 你把我想什么人了 不是 你 我实话告诉你们 借给你还贷那些钱 不是我卖房子卖车的钱 那钱从哪儿来的 就在我要卖房子卖车的时候 赞助我们节目制作经费的 节目制作经费 我挪用了那笔节目制作经费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不 我有告诉你啊 咱为了哥们 两肋插刀 不是 你看 我现在是把钱给你还上了 那我要是还不上 不是把你给害了吗 不是 我说 你什么时候都想歪你 还活不活 我 谁啊 我 方言 质检部门出具的报告 说我库房里的水泥 都是合格产品 优质的不能再优质了 这回你老人家放心了嘛 少给我油墙花掉 你承诺过说 只要库房里的水泥合格 就把我垫付的材料款给我 你看是明天我让快聚过来拿呢 还是你今天就给我张支票 当然是支票了 不过是一张空投支票 林东方你 想骂我不要脸是吗 骂吧 骂我的人太多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 急什么 你什么时候不算计我了 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流氓 终于骂出来了 宣谢一下也好 周天忆 这么说你是卖了房子卖了车 没地儿住了 搬这儿来非法从居了 岳方言 你别误会 我们是在聊家政公司的事呢 邱燕 我是一名警察 有什么事都是直来直去的 你的家政公司欠了钱 周天忆屁垫屁垫的 又是卖房又是卖车的 替你还贷款 我看 他对他妈都没这么孝顺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谁给谁卖车卖房子 给谁还钱啊 怎么 我还冤枉你了不成 不 我说你想胡搅蛮缠是不是 谁胡搅蛮缠了 这是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车就在下面停着呢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你不是说我把房也卖了吗 行 我现在就带你去我房那儿看看 我周天要把取你房子卖了 我发誓 我站在东海最高楼上 我跳下了 我自绝于人民 自绝于你 你看 你看 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个野蛮女友 你今儿算是见识吧 不知道在哪儿捡一屎盆子扣我脑子 周天忆你 方言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房车车载 那就是你有情相好了 你这是在故意找茬上 闭子辆三伙 但你方言啊 我不会善你当 你瞎说什么呢 谁有心相好的了 你让邱燕说 我是那种建议思迁的人吗 方言我告诉你啊 如果哪个不长眼的 敢对你动心思 你信不信我打断他的腿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如果不信的话 我用实际行动来整 哎呀 好了 好了 别贫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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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不找圈有事吗 要不你下个消量 我先走了 哎 周天忆 周天忆 你站住 哎 周天忆 这么说你是误会周天忆了 这个周天忆鬼得很 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陕北知青会的事怎么样 我正要给你汇报呢 陕北知青会在三年前 已经没有人参加活动 滋生自灭了 不过他们会长倒是有一本花名册 花名册 哎 这个很重要 我去了那个会长家 但是他已经死了 不过 他那个老婆人还是蛮好的 说是要帮我找一下那本花名册 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嗯 我把整个屋子都找变了 没有找着 你们要的那个花名册 没找到 那按理说 大叔是会长 应该有这东西 对呀 按说也对 可是他现在人又不在了 谁能知道 他们把那个东西放在哪 哎 对了 有他们陕北知青会的合影照 你拿 我我 我看我 我看我 这人头太小了 也看不清啊 对呀 我给你拿放大镜 来 看 怎么样 有没有你们要找的人 我看 这真是口看星星一片名 哪个长得也不像你啊 你们要找谁 说说名字 看看老头儿有没有提起过 不知道叫什么呀 要知道不就好了吗 只知道说在隋德下过乡 那你们到隋德县 当案馆查一查 前些年 老头子还在那儿查过知青档案 太好了 太好了 我 我怎么没想到啊 对呀 谢谢 谢谢阿姨 别用心 看来 我真的也会随着一趟 对了 我那个朋友 两座家属楼的工程 又有新进展了 他们想要跟你谈谈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 他们说要看你的时间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 这样 我不是正好要回隋德吗 咱们来个旅游洽谈 旅游洽谈 对呀 咱们边谈边玩 你觉得怎么样 天下 你还忙个感情投资的吗 好 我也正想早点去看看 谷成仙呢 就这么定了 张主任 这就是大雁塔 鉴于唐旦 据现在大概得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这个广场啊 是近期刚刚改造完的 是全亚洲最大的音乐广场 是吗 每天晚上有喷泉 真不错 真不错 晚上特别壮观 那要不然咱们在这儿和尝泳吧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回来 回来 回来来来 来 站 站紧点来啊 我数一二三啊 一 二 三 谢谢啊 好了 咱俩这一路上也没合格影 咱俩在这儿照一照啊 咱俩都那么熟了照什么像啊 再说了 我也没有单独和女孩子照顾像 瞧你 还害羞得不行 张所长 来 麻烦你跟我跟树林也在这儿照一照 来来来 来呀 来来来来 来来 来 靠近一点啊 来 多漂亮一点 一 二 三 树林最近和方言打得火热 他们现在双双去了隋德 你说 方言会不会又是故意效仿我们 进行报复啊 不吃鱼吧 我已经把方言哄得差不多了 你这个人啊 就是太狡猾了 怎么狡猾了 上次在我那儿明明是你的错 最后硬让你狡辩成方言的错了 雕虫小劲 见仇了 方言什么都好啊 就是爱吃醋 实在让人受不了 那吃醋不是女人的天性吗 说实话 我现在 又想到方言跟树林在一起 我心里也觉得算算了 哎呀 不行 这羊山味也太重了 吃不惯了 这你就不懂了 你看我们陕北姑娘啊 个个都水灵灵的 就是吃这羊杂子吃的 好好好 你们陕北啊 啥都好 哎 我问问你啊 你一会儿 是跟张初他们回东海啊 还是跟我去隋德打案馆去查资料 你们隋德好不好 好不好玩不重要 重要的那是你妈妈曾经战斗过的 你说是 对 我得要去看看我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没错 你就是太为别人着想了 树林呢 是把别人弄得不舒服 他才舒服 你呢 是别人舒服了你才舒服 你说你俩在一起搭帮过日子 谁改造谁啊 那肯定是他改造我啊 这就是中国妇女们的悲哀啊 也是曾经有无数梦想有报复的女人们 最终走向黄脸婆的根本 你对女人理解得这么深刻 那你倒是说说 我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才不至于变成黄脸婆 我呀 我这样了 姐要不去 敢爱敢恨 不靠谱 不招边 把每一天当作世界末日来过 让你天天开心 让你是哭也是哥 乐也是哥 生活在快乐的海洋里 算了吧 你有那贼心完没那贼胆呢 万一方言找我决斗怎么办 实在找不着了 我们单案馆已经搬了好几次家了 决斗觉得没用就处理了 让我们都换成新架子了 如果觉得不行 你们到其他地方再找找 好 谢谢 别哭了 别哭了 你快告诉我 到底发生啥了 陈阿满他妈嫌我买的奏太贵 非要让我去菜市场跟人家理论 那后来呢 后来我去找卖菜的 卖菜说我说的是实话 叫陈阿满他妈尊重人 别要老是疑神疑鬼的 我就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就给了我一爱过了 这个慧云藤也真是的 咱们也不管管呢 不是以前都说好的吗 慧哥还不如我呢 忍辱受骂 也强装欢笑 这都是慧云藤自找的 活该 舅艳姐 你能不能帮我找人家谈一下 我 谈什么呀 合同是慧云藤签的 要谈也得找慧云藤来谈 这慧哥有啥用 人家妈的跟妈孙子似的 真不知道 慧云藤这苦日子是咋过的 我们去了西安 黄河湖口 看了兵马俑 还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 妈 猜我们还去哪儿了 猜不出来 我们去了你插队下乡的地方 随德 对 随德 妈 我给你跳舞的 我这一路上拍的照片 都是西部特色 美极了 看 看 我给你找在随德照的 专门照回来给你看的 看 看 你 去树林他们家了 去了 树林还带我去了 她养父检她的地方 早树下 对 早树下 妈 你怎么知道是早树下啊 我 我好像是 听你说的吧 听你说的 妈 这一路上跟树林在一起吧 还真对她了解不少呢 都了解什么呢 树林是那种能干事的人 而且特别有心计 她把跟我们去张树上啊 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我看她今后 一定能成大事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不说话呢 你今天 你今天不是去拍片子吗 怎么又过来了 怎么叫又过来 你不欢迎我呢 我走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 啥事 猜猜 今天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不会是你生日吧 我生日 你做老总是忙忘了吧 今儿是你生日 还真是我生日 你看我都晕了 都忘了 我送你一件特殊礼物 你的哪件礼物不特别啊 今天这个礼物你看了以后 包折你跳得比兔子还欢 什么呀 你别卖关子了 来 起来 来 这个礼物啊 就在电脑上 不会是电子贺卡吧 不是 你看完就知道 错了 怎么样 送你一个迷之婆媳嘉证公司网站 天哪 我太激动了 不是 敢 你看你 真是的 你把我没想到的都想到了 把我想到的都做到了 把我想到的都做到了 因为我和你是不迷之急啊 别拼了 来来来 快让我看看 好 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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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垫付的工程款你什么时候贴 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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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可真聪明 我跟你说啊 今天呢 我一来是检查一下工程质量 二来呢 是想给你还点钱 真的假的 你逗我玩呢吗 我先给你还上 五十万的材料店款 你看怎么样啊 真的 当然 是有先决条件的 你先回车里吧 好 你欠我钱 还跟我谈条件啊 你要不要啊 你愿意要就要 不愿意要就拉倒 给我滚蛋 上货百铺 晓晓姐 你这儿真不错啊 来 喝点水 你家毛袋咋样了 别 长得可好了 你小手圆糊糊的 你会哪天到我家看见 好啊 过两天我和林东方 就回老家办结婚证了 又没有啥要往家里烧的 林东方她真要跟你回去办结婚手续 那当然了 我这娃都生出来了 反正现在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我也不怕我们家不答应 加了个大款 我估计你家没啥意见 但相礼相亲的估计会说三道四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啊 到时候叫林东方给咱村的那个龙王庙 捐个两万块钱 我看还有谁说啥 你真是没有给林东方白当娘子啊 致力见诚 这算什么呀 说吧 什么条件 是这样啊 毛衍衍给我生了个儿子 像是把太上皇给我生一样 整天哭着闹着 让我跟她回陕北里 结婚成结婚 你说这婚我能结吗 如果我结婚 那不是发了冲婚罪吗 这一点你最清楚 这一毛你得帮我一下 啊 劝劝毛爷爷 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这毛我帮不了 太难了 不难我找你干嘛 还想要钱吗 行 我可以帮你这个毛 但是你得把后面的两百万都给我 杨树林啊杨树林 乘人之威 你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跟您学的 倩姐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呀还给自己留了一手 反正这个林东方 她以后要干嘛 背着我包二奶 我不会让她好熟的 你们说什么了 这没说啥 行了 我这也不打扰你们俩的好事了 我走了 我俩有啥好事啊 你别神神道道道的啊 行了嘛 邱远姐 我这一辈子啊 是没有感受真爱的机会了 你可得把我好啊 你瞎说啥呢 走了 不送你了啊 快来 你去看毛泽 好 行 我们走了 拜拜 打电话啊 邱远 快来快来快来 快点快来 走啊 看 咱们家政公司的网站 嗯 已经有两千多人在留了 真的耶 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网站 不光能向社会 发布佑人供求信息 而且 往下看 这儿 还能对对这儿 还能远程遥控 咱们迷之破译家政学校事务 你真是办了件大好事 把我一个人啊 变成两个人了 那是 对了 你这两天腾一地方 我把福气办过来 嗯 好 喂 你好 迷之破译家政公司 啥 医院 好好好 我马上到 什么事啊 咱们排出去保姆 给小孩喂果冻 导致窒息了 现在医院抢救呢 没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了 什么事啊 不怕 没有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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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啊 一个果冻都能阅死人 不行 我要去劝劝他们了 不行 不行 现在鼓鼓中在气头上 你要过去 那怎么越来越伤心啊 来了 谁啊 爸 树莱哥你咋来了 快进 我来看看我大侄子 行了吧 你是来看你大侄子吗 来找林东方吧 他在不在 他去买点混米子要特产呢 你先坐 他一会儿就回来 好 还没见过吧 这孩子叫啥名 大名叫林一根 小名叫毛蛋 这谁该起的 咋起个这名呢 这大名不随林东方吗 又是他们家的一根独苗 所以叫林一根 那毛蛋呢 小名随我 没啥寓意 这不我下的蛋吗 所以叫毛蛋 哎呀 眼睛 你真是个人物啊 咋 这有啥问题啊 我跟你说啊 人家这是正宗的东海人 这是城里人 别给人伺候好了以后 哎呀 还要怎么伺候啊 哎 双尔哥 嗯 你别说这毛蛋的眼睛 倒有点像你 不不不不不 你别胡说你 你看 你是 你只让林东方听见还以为咋了 你别想 哎呦呗 你别给自己想好事了 我能跟你有啥吗 我看得上你 也就是薛元杰眼睛瞎了 喝点水 喝点水 嗯 唐总 不好了 果冻一死孩子的事上报纸了 这么快啊 嗯 让我看看 哎 看我和雇主东西都买好了 事情已经上报纸了 这声闹大了 果冻一死二林童医生提醒赵康浩小孩 会不会影响咱们公司形象啊 那都是后话了 先去看看雇主吧 哎 我和你一起去 不用了 我自己去 怎么不用 万一人家雇主着急动心手来怎么办 走吧 fer 堂 山声 屎 屎 屎 山声 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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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猜的 蔬菜是谁卖的 蔬菜是我们卖的 别嫌我们注注又笑又白 别笑我们只吃满足不吃菜 难枪飞丢苏联邦皇来 为我出了人模样 再哭再泪别云淡 啊 即使谁手底 垃圾是我们手底 楼房是谁盖的 楼房是我们盖的 衣服是谁裁的 衣服是我们裁的 蔬菜是谁卖的 蔬菜是我们卖的 别嫌我们注注又笑又白 别笑我们只吃满足不吃菜 难枪飞丢苏联邦皇来 为我出了人模样 再哭再泪也应该